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播 迟到 你以为我想迟到吗 外面堵 我一个小时前就出发了 现在才到怪我了 我刚有拍东西拍摄 因为我想迟到我一个小时 我提早一个小时出发 今天化妆了 不是奶茶 咖啡 这不是我的新衣服 这是我刚拍摄的时候穿的衣服 来到这儿懒得换一会儿回去之前的话 不是我的衣服 有胡子 我今天刚刮完 你是没看到我今天刮胡子之前 我上一个行程是 我上一次行程是什么时候我看一下 我上一次行程是 是21号过去了9天 我留了9天的胡子 然后我留了9天的胡子以后 今天化妆前 今天化妆前的胡子 我的天哪 我自拍了一下 这是不能发的水准 我虽然我已经非常没有包袱 非常没有 非常不要脸了 但是我都觉得这个是不能发的水准 我在看我那个 这种程度应该可以给你们看吧 完全就是大叔 我发给我爸看 我发给我爸看 我说留了一个礼拜的胡子 他说为什么要留胡子 我说懒得瓜 我觉得挺好的呀 他说不好看难看 我妈说啥 我还给坤哥也 我给坤哥也发了 我给坤哥看 他说你好大叔 我给文俊辉也发了 他说 他说 我说我说我说我问他 我说我留胡子是不是也还行 他说还早 你才几岁 等你等你等你三十几岁 那个年龄 你再留 还有谁 我还发给我表哥 他说 他说你快赶上我了老男人 还有谁啊 没了 没了 他说我老男人 他说我跟他一样 然后我刮完胡子了以后 刮完胡子化好妆 又拍了张照片 对比了一下 哇真的天差地别 那个有四十岁 这个才二十岁 就现在这个状态是二十岁 那个刚刚那个照片 算了给你们看一下吧 只放大胡子那一块部分 但我 但我现在就开了点磨皮 磨皮关了 因为我皮肤不太好最近 你看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不 你们就照片看没那么明显 你要去真的 真的 真的看 就是不不不不 真的没有还好 你真的要看就是真人 因为我刚跟鸡蛋一起化妆的时候 他他说我看上去怎么这么老 他说他他他他他他他冲击 他他说他去不是 你们现在照片看的确比较少 没有很多 但是 就真人看真的很吓人 我给鸡蛋看他说他他冲击 他他他受到冲击了 他说他以为我四十岁 然后我妈我给我妈看 我妈说我苍老 不累啊 我最近一直在休息为什么会累啊 哎 那女生 因为我还是在震装